喝花不赏酒,赏酒不喝花 四个醉汉赏花赏着就赏去了大雄家 就差没在大雄房间里吁吁了 大雄还能让他们完整的出去 心理素质也特别强大了吧 又是樱花慢烂的时节 难得大雄一家也计划着去赏花 老爸有休假,天气又好 眼看便当都准备好了 公司却忽然对老爸使用了大召唤术 一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目送老爸 回到社畜生活中去 虽然樱花明年还会开 可今年不看 是今年的损失 大雄巴不得老爸失业 现在立马立即立刻去赏花 射出的苦果果然只有蓝胖子能懂 蓝胖子拿出了电子图鉴 想让他看看虚拟樱花得了 可大雄也不是好忽悠的 没真花怎能叫做赏花呢 于是蓝胖子又拿出一箩筐漫天花雨 筐筐一顿洒 樱花云朵朵飘 可大雄毛病贼多 表示人家要的是氛围 见大雄挑来挑去 蓝胖子不干了 但又想起自己还有一件神器 墙壁风景更换机 只见他把机器调整到 本来要去的陆木公园的方位 避住墙壁上 一下子就出现了 樱花盛开的公园里的场景 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不仅樱花飞舞 就连炒面的香气也是同步的 一个羽毛球砸中大雄的脑门 大雄也不生气 把球还了回去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 找不着妈的孩子 蓝胖子掏出喇叭 就是一阵狂吼 成狗拯救了一名走失儿童 两人赏花一分钟 好事做了一房间 好不容易消停了一会儿 一帮罪汉 竟把大雄的房间当成了空地 二话不说 就爬了进来 继续对瓶吹 还自顾自的开启了演唱会来 人有三级 喝多了的罪汉 想在大雄房间里就地解决 直接被大雄推到厕所 蓝胖子也没闲着 分离护住了冰箱里的口粮 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不在房间 剩下的俩罪汉就干了起来 回来劝家的 不知怎么也直接加入战斗 蓝胖子终于绷不住了 关闭了机器 对着四名罪汉 就是一波灵魂咆哮 罪汉们直接四脸懵逼 环视四周后立马开溜了 吸取了教训 蓝胖子这次决定从高处赏花 没有别人打扰的美景真是绝妙 这种好事 大雄当然不会忘了老婆和机友们 小伙伴们来到大雄房间后都惊呆了 没想到在大雄家还能看到这样的美景 大雄两人端来了果汁和铜锣烧 当然大家也都带了吃的 静香亲自做了充满爱的小蛋糕 小妇呢 必须是超高级的烤牛肉 胖虎倒好 直接从自家店里顺了些干货来 干杯过后 赏美景品美食 真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啊 今年的赏樱花 对大雄来说应该很特别吧 相比之下 老爸一直工作到 家人都睡下了才回家 只从公司窗户边 看过一眼楼下的樱花 听见爸妈充满遗憾的对话 大雄笑心大发 和爸妈玩起了神秘 关上门 在里面捣鼓了半天 才让他俩进去 走进房间一看 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大餐 爸妈入座后 蓝胖子启动了 墙壁风纸更换机 出现在爸妈眼前的 是比有一番异趣的夜莺风景 蓝胖子又比呕比呕 扔出了一堆照明灯 一家人就这样 其乐融融的赏起花来 今天就是除夕了 露幕祝小伙伴们春节快乐 同时也要记得 多陪陪为生活而忙碌的爸妈哟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美女不爱帅哥爱豆 其中爱模型飞机无法自拔 上一秒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下一秒就被大雄破了局 想玩您直说吗 就算是女汉子 我大雄也爱定了 其乐竞相爱的并非模型飞机 而是第一个 飞跃大西洋女性的故事 竞相也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性 大雄毫不容易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却被苍蝇搅了兴致 可大雄毕竟不是天使 她不会飞呀 突然一架战斗机闯入 瞄准目标 就是一通咕咕咕 英文速杀小能手 战斗机缓缓落地 一本竞作者蓝胖子 这年头猫不住老鼠改灭英了 原来这是迷你飞机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随着送了大雄一架 只要把脚伸向飞机 你就是今天的机长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右脚前进 左脚停 拉动拉杆就起飞 推下拉杆就下降 按下眼睛 大雄的首飞开始了 骑了大雄的技术 简直离谱 还有飞机操作比较简单 两人驾上飞机 决定来场说飞就飞的旅行 大雄一个碰瓷 吓得标系人炸了毛 大雄一嗨就有点上头 差点弄得击毁人亡 媳妇又在偷摸卖红薯了 为了引起媳妇的注意 大雄决定浪漫传话 青香沉浸在吃毒食的快乐中 就看到天空中 青香吃红薯的射死流言 这爱情要黄了呀 胖虎这面 又自行拳头跟小夫戚玩去了 大雄要当挺屑真汉子 决定跟胖虎正面刚 瞄准胖虎的大定 就是一通突突突 9988突突突后 再送上致命一击 胖虎再起不能 击败了小镇土王帝 两人成了众人眼里的超级英雄 看着众人你弄我弄 胖虎气得要弄你弄你 蓝胖子拿出一达飞机 小夫提议来上绕阵一周大比拼 男人手短本不好 小夫也偏要长蛇夫 让青香安静地当个主妇 克兰胖子手抓的中国红 却吸引了静香的注意 这正是静香偶像当年的作家 萌妹子秒辨女汉子 中人正要出发 却欲伸手挡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大雄要舍命陪媳妇 中人斗志满满 克兰胖子膀胖一扫 自己的飞机没了 蓝胖子正好拿出陈年老款 一声令下 修复伴们全速出发 越过高耸的围墙 翱翔于蔚蓝的天空 穿梭于闹市街区 行走于车底之间 大雄则脱离群体 跟静香过着二人世界 大雄想夺冠 克静香只想跟大雄感受当下 晓夫驾着飞机闪转腾挪 认为自己是空中的至尊王者 其料敌军的一通秃秃秃 晓夫直接领了盒饭 胖狐一出手 逼全军覆没 安雄春夫接连下线 大雄三人成了最后的幸存者 可敌军已杀到 蓝胖子让大雄赶紧逃 大雄还真逃了 蓝胖子决定当个技术流 一发飘移 再利用太阳光成功隐身 来到胖虎身后 一发空气泡 却打了个寂寞 反被胖虎绕后 直接当了散兵 大雄正面怂得像个小学生 其料静香却有一颗好胜心 要当最美女司机 大雄怕得破口大骂 还全被传达了出去 这胖虎哪能忍 但静香不嫌势大 让大雄拉满仇恨 这包伤害让胖虎直接迷了眼 现在手中只剩照明弹了 胖虎却紧追不舍 大雄集中生智 再次碰瓷喵星人 差点让胖虎撞了南翔 重点就在前方 看胖虎的雷达已锁定 这次可是必杀的大招 静香走位风骚 带着跟踪导弹一路溜弯 蓝胖子被摔的 浪费了好几个创可贴 就看到为难中的大雄 给出了导弹 是通过热量追踪的信息 可解决办法蓝胖子却不知 大雄照明弹反击 却淡淡虚发 还是静香智商在线 把导弹送给了红薯车 情侣党终于成功返回终点 大获全身的胖虎 也想体验下浪漫 独自来到了东京天塔最高点 可惜一个手滑 让自己上了电视 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那么用什么道具 可以救些胖虎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如果有一颗玩具弹 可以让亿万年前灭绝的恐龙复活 你是否也想在家中养一头呢 最近的小夫迷恋上了一项 特别烧钱的东西 收集各类异次元生物的手办 光看这气势就知道特别贵 可惜对一群穷人讲投资 就是在对牛弹琴 但唯独大雄是个例外 雄哥虽穷却时刻有着一个变土豪的梦 于是他光速找到小多拉 想跟他白嫖一个22世纪的未来手办 小多拉呢也是个懂球的 因为他知道一款缩小版的东京城市手办 可惜光组装就要花费整整30年 大雄只好退而求其次 来个屌扎天的也不是不行 其料小多拉突然抱走 指着大雄就开启说教模式 因为就大雄这慢性子 绝对不可能有耐心组装完手办 于是大雄只好放下尊严 用最油腻的球猫手法请小多拉献包 小多拉这里还真有一款 只要有脑就能玩的手办 而手办的核心便是这两颗半球 只要用胶水将其粘在一起 接着放到装饰台的叶子上 一个手办就大功告成 大雄认为这是小多拉对自己智商的蔑视 虽然不多 但肯定有 而在窗外偷窥到一切的小福以笑的一令模糊 可惜他看到了开头却没看到结局 因为下一秒 一个幼虫破壳而出 而这才是这款未来手办真正的奥 只见幼虫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仅仅用了十分钟 就开始吐四节简化作用 最终破解而出 成为了一只扑轮蛾子 看似漫长的一生却又如此短暂 可大雄还没来得及撒欢打野 蝴蝶就再次变回一颗蛋 恢复成了最初的模样 万万没想到 这还是款可以无限循环唱完的手办 于是大雄一秒便油腻 想让小多拉跟静香一起分享 为了自家娃的终身大事 小多拉只好当起了辅助 然而静香万万没想到 助孤生的大雄会给她准备了个大惊吓 只见鱼缸底部有一颗卵 慢慢孵化成蝌蚪 并在油洞中变成了一只癞蛤蟆 蛤蟆也是自来熟 而且只对妹子情有独钟 吓得静香熬的一嗓子 就开启了跑男模式 毕竟这年头绿色的东西都不太吉祥 为了可以让两人以后好好给别人逛斗粮 小多拉又拿出很多款宫静香挑选 而静香一眼便相中了其中的小燕子 可她又担心燕子长大后会再次变回软的心态 但这只需一个停止夜便可化解 回去的路上静香路过空地 立马就当起了大雄的人形广告宣传牌 可模型会成长就好比大雄爱学习 脑子没点大病都不会往心里去 可惜小夫叫起进来是芥末直冲脑瓜底 不幸邪的他来到静香家楼下 正巧碰到模型飞天的神迹 这手办简直哇塞 疯狂地输出着滚烫的吸引力 关键这手办还能诞生蛋 妥妥地稳赚不赔啊 于是小夫一脚地板游 直接杀向了大雄家中 二话不说就要学胖虎明目张胆大白天打劫 可他没想到小多拉是个有蹲位的 争抢中玩具散落了一地 小夫只好祭出大招 等意识到老鼠不会敷卵的小多拉重新杀回战场时 小夫已手握两枚最大的蛋袋跑落 据博学的小夫分析这一定确定 以及肯定是个鸵鸟蛋 可人如果不作妖就不会死 因为在蛋壳破碎的那一刻 小夫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火速向大雄打去了求救电话 却只说了一个啊字就在无音讯 等大雄两人赶去救场时 才发现小夫竟孵化出了一头史前恐龙 而且还因为使用了停止液 已经无法变回蛋的心态了 那么宝子们有喜欢的手办吗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